就在地板上出現灰色 龐然大霧 得用機具把牠往上抬 花費一番功夫 終於把牠放到貨車上 不過牠到底是何方神聖 經驗老到的在地漁民 也摸不著頭緒 說是第一次見到頭尖尖 牙齒銳利長得這麼特別的魚 宜蘭南澳的漁民 在13號捕獲了深海鯊魚 哥布林鯊 重量達到800公斤 這也是台灣目前捕到最大的 哥布林鯊 雲民當食用抵托王捕魚的時候 意外把牠給撈上岸了 還發現牠的肚子裡 有六隻鯊魚寶寶 原本差點被餐廳收購拿去食用 經過台灣海洋藝術館爭取 未來將作為海洋教育教材 日後也會展出 不過這哥布林鯊 有人說長相凶惡 嗆是惡魔 大約有1.25億年歷史 棲息在溫帶跟熱帶 陽光照射不到的深海 相當稀有 平常真的非常難見到 之後到海洋館去 就能夠一睹他的奇特樣貌 TVBS新聞簡大選黃凱靜 宜蘭什麼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